強積金去年的表現是歷來第二差 今年會不會像過往一樣可以迎來雙位數勝負呢? 今集退休職門分 請來強積金顧問公司GUN常務董事陳銳龍 和大家預測一下強積金2023年全年走勢 和分享高中低風險級別人士 下半年可以選什麼基金 請多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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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